大家好,今天我来开箱一台DSP 这个DSP,我是拿来做家用工况的,不是放在车上的 这是一条数字线 线好多,这音频输入了,这音频输出了 有的人对DSP还是有些了解的 有的人把车车的组织作为前指,这个DSP作为后指 才用高转低的方式 但是多数的高转低的方式不是最无损的方式 它是经购压缩的,把那个后面的信号经购衰减 然后接到DSP上,那不是最好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是,比方说CDG里面 输入低电频信号,这两个好像是低频 输入到有源的电影号里面 这个就是连接输入线 这个就是连接输入线 这个是跟电脑进行通信的 可以调整里面的信号的频率 高频低频中频都可以调整 好像可以调整31段频率 这个就是接那个外面的USB的信号 这个是切放开关 这边进行调音的,拆开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结构 这是一个铝合金的外壳 这是一个铝合金的外壳 这个是7851L 这个是国产的 不是那个马尔塔的生产 如果是马尔塔的 它的数字要好一些 这是工夫部分,P的信号处理部分 它是采用那个插针连接的 这一部分是 这一部分是麻牙魔怪 这个是麻牙魔怪 这一部分是信号切放 它被自动切放 这一块 才是 DSP的信号处理 这一部分是 这一部分是 这一部分是